俄罗斯的莫斯科号巡洋舰遭到 乌克兰的海王星直接击中 现在俄军火大了 直接用更多的火力进行反击 更多内容把时间交给真容 好 大家午安 全球现场 我们持续带您关心 俄乌交战已经来到第52天 俄罗斯在损失了黑海的舰队 莫斯科号之后呢 开始一连串对乌克兰的报复行动 以飞弹攻击甚至说是攻击基辅 这边有一处制造海王星飞弹的兵工厂 并对像是哈尔科夫还有马利波等等大臣 来进行猛烈的炮击 而乌方认为说着莫斯科号上头 可能有搭载着核弹 而现在被炮击之后呢 是坠入海底 可能会发生所谓的断舰危机 黑海旗舰莫斯科号沉默之后 俄罗斯迫不及待展开复仇行动 俄罗斯也在几个月中的第一个大战斗 在几个月中 攻击了兵工厅 在说它被製造了兵工厅 那只剩下时间 发射火箭轰炸基辅郊区 生产海王新飞弹的兵工厂 并且表示接下来会对基辅加重攻击 俄军并且以急速弹轰炸 尼古拉耶夫的住宅区 造成至少5人死亡 另外也炮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 造成10人死亡 30多人受伤 俄军还首次使用远程轰炸机 攻击马利波 莫斯科号冷战期间 曾经攜带核武 被认为是俄罗斯的光荣 而乌克兰专家警告 这一次莫斯科号 恐怕搭载了两枚核弹 只是没有装在发射器上 而是放在安全区 如果核弹沉入海洋深处 就是形成了所谓的断舰事件 就是发生了与核武 以及核原舰有关的意外 但是却没有引发核子战争的危险 不过来自美方的情报显示 莫斯科号上并没有核武 至于舰上510名官兵 只有少数获救 舰长据船已经葬身火海 其他生死未卜 由于普丁对损失莫斯科号 异常震怒 预料战事将会升级 短期难以结束 记者综合报道 现在看到的是俄罗斯接连的挫败 迟迟未能攻下基辅 在将现在引以为要的莫斯科号 遭到飞弹击中爆炸 现在普丁面子挂不住了 美国中情局的局长伯恩斯 就警告说普丁可能会在 俄乌战争当中使用战略核武 尽管目前没有迹象 看到俄罗斯有发动核武的迹象 但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还接受CNN专访的时候 就警告全世界认为 各国应该为普丁可能动用核武 做好准备 不仅仅我 我认为全世界的国家都必须要被恐怕 因为你知不知道 这可能不是真实的信息 但这可能是真实的 因为当他们开始说 就是还在一朵 Basis 在沿特 wanting 或者攻击冲 或 Ama人防战 或укcz엔 或者少年病或追求 fot自由 等 薄草兵 他們必須做的 他們可以做的 他們可以 他們的生命是無法做的 所以我們必須不擔心 不擔心 我意思不擔心 不擔心 不擔心 但這不是英國的問題 而不是英國的問題 而不是全世界的問題 我認為是 不過來看到的是美國總拜登健康狀況 是不是又有點問題呢 引發了一些疑慮 舒浩說他出席一場在北卡農業技術大學的演說 而他演說到了最後 照例說了一句 願上帝保佑各位之後 拜登的這個動作 真的是讓所有人都驚呆了 好 他突然是轉身跟空氣來握手 怎麼回事呢 一起帶你來看這段畫面 有任何一件事 美國不可以做的 如果我們做的一件事 都可以做的 我們做的一件事 都可以做的 畫面上你看到其實拜登旁邊沒有任何人 但是他突然轉身90度 而且很明顯的是伸手做了握手的動作 接著拜登還瞬間定格 看起來好像是找不到下台的地方 而且他好像恍神停留了一段時間 才確定說要往哪裡離開現場 而現在這段影片呢 也在社群網媒體上頭來瘋傳 被美國的網友還有政治人物加以討論 懷疑說拜登的健康狀況是不是出了點問題呢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群球現場 今天呢要推薦給大家使用我們這一台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好這一台呢其實非常適合 不論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裡頭是開門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話都非常的適合